国民党现在已经确定要征召总统的候选人 只是征召的到底是谁呢 唉我猜也知道是他嘛 就是这场母鸡了 那朱立伦话一出说要征召之后呢 侯友宜的民调看起来又好转了 本来之前侯友宜的民调一直都是赢赖清德 但是在这个选策会的事件之后啊 侯友的民调突然就大幅的下降 然后赖清德就上升了 但是最新的民调首先我们先看到的 这个是资料来源是ET Today的民调 他说呢这个2024的总统赖清德侯友宜 假设明天就要投票的话呢 你会支持谁呢 侯友宜是39.3% 赖清德37% 差的不是很多 但是侯友宜小小的赢了2% 那但是这个是在一个柯文哲 没有参选的情况底下 也就是蓝瑞对决不是萨卡都的情况底下 但是选情是进入胶着的 同样这个民调也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2024的总统可能忍选的喜好度 后来发现呢 其实侯友宜的喜好度啊 从这个非常喜欢 有点喜欢如果整体加起来的话呢 还是赢了赖清德跟柯文哲 但是如果是讨厌度来讲的话呢 柯文哲竟然有30.2% 这三个人当中最高的啦 那柯文哲本来就是比较极端的啦 所以喜欢跟不喜欢就会很明显 那还有啦 再来说大家就问说了 那你国民党接下来说要征章 你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呢 朱立伦说这个是要配合 主要的候选人的主客观的环境 他从3月27号开始 就会约见了针对这个总统的人选 来讨论这些相关的征召的制度 那其实就像这个在新北市 就有这个民进党的议员 好就开始立刻见风插针了 好就说难道你现在朱立伦 说要这个讨论征召制度啊 什么针对总统人选 所以现在是侯友宜要把市政府 编成党部吗 上班时间来瞧党务吗 那侯友宜就说没有啊 我就是关心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而且他愿意跟大家并肩作战啦 其实呢 民进党这些争议 不管侯友宜什么时候宣布要参选 什么时候表态 或者是党什么时候征召他 都一定会有的啦 所以这个侯友宜就 反正就是做好心理准备 兵来降党水来吐烟 那这时候大家也说 难道赖清德就稳了吗 没有问题了吗 其实赖清德家的后院 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 只是他没有拿出来 让别人知道而已 像是派系的问题 好赖清德 其实在英系的部分呢 一直对于赖清德来讲 就很像盲刺在背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团和气 好像英系已经跟他 这个啊 两边已经瞧好了 但是其实呢 英系还是在蠢蠢欲动 还不见得是完全是福赖清德的 好 我来看一个 这也是最新的一个民调了 好 蔡英文的满意度 说不满意破了五成 不意外 但是呢 你不要看哦 他的满意度 包括非常满意 跟还算满意的加起来 也有39.6% 也有差不多将近四成 所以你觉得 英系会完全的俯首称臣吗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那当然啦 接下来这个赖清德 他的派系整合 可能还需要花他一点时间 那国民党的部分 当然也要去整合不同的 想要选总统的人 的这些意见 然后最后来征召 不过侯友宜现在 好像已经拿出了一些 这个高度来了 包括他首度出手 帮忙协调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新北市的 这个选区 侯孟凯 现任立委侯孟凯的选区 有一个市议员陈伟杰 想要挑战 想要初选 但是侯友宜劝退他了 也就被认为是侯友宜 即将要选总统的 一个起手势 而侯友宜今天也回应了 他说要做出这个 人民有感的政绩 不管在哪个位置 他都会努力 而且他也首度提到了 国内现在缺水缺电缺弹 民生问题是首要关心的问题 所以他会全力以赴的 来面对来解决 其实只要大家愿意为中华民国 为这块土地同心其力 做出人民有感的政绩 我都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找到更棒的人才 大家一起努力 市长是不是有和朱主席 三度通话 你有跟他说拍谁吗 关于脸书这部分 主席跟我都是一起同心其力 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做事 那因为市长最新民调其实就是有落后 赖清德跟柯文哲 然后邱毅也认为您这样选情告急 分析包括说 面对国民党态度可能若即若离 觉得国民党可能要找 其他的人选 包括鲁熊和韩国 也都是不错的考量 请问市长看法 其实台湾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 以及 在整个民生相关议题的主事 这些目标才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尤其台湾现在 切水甚至也切电 切蛋更不用说 连肌肉都切 所以物价也起涨 所以民生才是我们最在乎的 那这些议题是我们要 大家要同心其力的 把他关心 把他做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现阶段 不管我在哪一个位置 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做好 大家一起把这些问题面对的挑战 我们全力以赴 好 侯友宜刚刚也已经说的 我觉得蛮清楚了 应该是他已经有一些想法了 来看看民进党 民进党其实也没有真的很团结 之前台北市议员洪建议去领表 他领了两张 那时候就有人说 他是不是要帮前内政部长徐国勇领表 徐国勇就说 他自己不会参选立委 而是要支持一个女的 他支持谁呢 这句话就被外界解读 他可能会支持的是 台北市内湖南港区的 这个无心带来参选 好 国民党的台北市员 罗志强就说了 其实徐国勇 知不支持无心带 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民进党 现在想要拉下的是高嘉瑜 是不是无心带不是重点 要高嘉瑜拉下来才是重点 当然能够是无心带就无心带 所以我说真的 徐国勇他说他会支持一个女的 其实他讲的就是无心带 至少目前是 看起来 目前是 至少你可以确定一件事 显然就不是高嘉瑜 其实你看内湖南港 跟我们讲现在何志伟那边的 士林大同的选区 他都共同有两个很特殊的状况 意思是说但是 类似但是又不相似 类似什么其实你看何志伟跟高嘉瑜 其实都是比较支持赖清德一点 那因此某种程度 两个也都不太被蔡英文喜欢 所以你看 但是你会发现说 两个竟然面对了 接下来可能都无法继续连任 高嘉瑜的选区 你要面对内湖南港 先天来讲 蓝绿并不悬殊 接近五五波 甚至你也可以讲 蓝其实还是盘多一点点 那只因为中间包围有黄珊珊各种因素 他开始盘有点变化 于是高嘉瑜他最后他出来了 但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个绝对优势的绿盘 那现在对民进党来说 假设今天只是高嘉瑜自己个人的声量高 他可能对他这个 喜欢他的很多政治上的一些表现 但是只要民进党在后面动手 来一个小率 拿掉你5% 高嘉瑜就挂掉了 好针对这个欧布莱恩的提议 说希望台湾数百万人都会使用AK-47步枪 这样中共领导人就会评估是不是要入侵台湾 今天蔡英文总统在视察52公兵群的时候 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也做出了回应 完全不出乎我的意外 总统的回应就叫做没有回应 只有笑一笑回头看了一下 当然没办法回应 因为你看他前面没有读稿机 你们这些记者真是的 怎么问他这个问题 所以也不知道 他对于这个欧布莱恩的提议 全民一起来学用AK步枪的说法 有没有特别的反应 他也没有什么回应啦老实说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 请您再说